健康 科普 动漫 路德尼克 质层 表皮层里的细胞发成都是脚质形成细胞 它们从出生到死亡 脱落 离开人体 大概28天 基地层都是些细胞宝房 它们会一层一层地往外爬 到了最外层 就都是些干扁的细胞尸体了 随时准备脱离人体 它们排列的整整齐齐 犹如给身体穿了一层小铠甲 真皮层和表皮层的接触面层波浪状 这就是医学上说的乳头层 真皮层内有丰富的血管 能为表皮层的细胞提供氧气和营养物质 问题来了 隐血病患者的真皮层和表皮层有啥不一样呢